欢迎继续收看上阶关心电风的南岛新闻 为博物第四月公布 新名字的快胎设置在后 保护的民众来表示买不到快胎设置 尽管不用说社会上的流水团体 南岛九国团为了关怀的电风流水 台北关键200多快胎设置 来向华山基金会民间斩 希望透过这一点点的行李 让大家共同度过的越前难关 因为疫情的关系快胎设置已经被行家庭秘书品 但是很多流水团体未来这条事迹就没这么简单 因此南岛九国团跟校南岛管议员 台北关键200多快胎设置来向华山基金会民间斩 希望可以帮助到第三个流水团体 这次很感谢我们油耗议员 然后我们实学院实义员 还有民团的政委会长这边 捐赠华山基金会民间斩200计的快胎设置 最主要是因为刚好现在疫情的时间 我们这些弱势的孤老 对于自己筛减的这个部分有困难 所以他捐赠了这200计计 我们会在访试的时候送到这些长辈的家 当然这个家庭设置是希望说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那很感谢旧团这边捐赠了这些快胎设置 然后能够让他们在紧急的时候能够使用 第二阵下小号单位都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关键快胎设置 南部关键国团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话 当厚佑社会大众可以有机出级 有来出来多多关心帝衡幼税 那我想其实在华山基金会 做了非常多照顾地方的 包括像独居或弱势老人的一个这样的服务 那我想非常多的物资 必须要靠我们民众自发性的去捐献 那我们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 来挹注我们华山基金会 透过我们华山的这个民间站 对我们民间乡的所有的这个独居老人 在访试的时候提早发现他们 如果身体有异状来做一个快胎 然后提早就医 那非常开心今天的行程这样的活动 也希望可以带动地方上 更多的有爱心的人士 跟我们华山基金会这边一起来结合 而这次我们在这里也提供了200G的快胎 希望我们提供给就是华山基金会的民间天使站 那也能够说把这样子的爱心 它能够让长辈感受得到 它也能够希望说长辈 它也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 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 一定可以让社会越来越好 顺利度过的疫情难关 来自重快赞 成功 记者在这里的订阅报道